哈囉 大家好 我是KK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非常慚愧 我已經超級久沒有拍影片了 我前陣子就工作比較忙 然後心情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想說先休息一下 但這段期間呢 我還是有看很多Netflix影集 所以今天就想說趕快來拍一支 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看的影集 讓你們在過年前的時候可以先把list準備好 然後過年的時候就有很多影集可以追 那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右下角稿也幫我訂閱一下 那如果你已經訂閱的話 就趁現在先幫我按一個讚 那第一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Emily in Paris的Season 2 之前我在我第一個Netflix影集推薦的時候 有介紹過Emily in Paris的Season 1 那時候我非常喜歡這部影集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評分的方式跟現在不太一樣 但是我記得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個影集的 那Emily in Paris的故事主要就是在講女主角Emily 她在芝加哥的Agency上班 然後突然有一天她得到一個機會就是可以去巴黎工作 之後就在講她在巴黎的生活啊 不只在工作上啊 感情上啊 遇到的一些文化衝擊之類的 第二季呢 是完全延續第一季 我就是看完第二季之後 我其實有再回去看一下第一季 你就發現喔原來她是完完全全連貫的 那Season 2呢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滿失望的 所以我會給她6.5分 因為我覺得我對這部影集的期待還滿高的 我覺得這也是其中一個為什麼我會覺得失落感這麼大的原因 第二季前三集喔 我覺得都好像很沒有重點 劇情還滿鬆散的 當然就是看巴黎街景啊 什麼的還很漂亮 然後還有就是Emily的穿搭真的是非常的驚豔 她一集就短短30分鐘 我看都覺得好像還沒看過癮之後她就結束了 還有我發現就是我之前覺得男主角Gabriel超帥 可是這一季我也覺得她好像沒那麼帥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角色劇情的關係嗎 還是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類的題材 因為其實跟我從事行業有一點點關係嘛 因為我之前有在fashion然後在luxury 像我其實也有在追一部最近滿紅的韓劇 就是宋慧喬眼的那個現在正在分手中 她的劇情也是有一點類似在講就是fashion industry的東西 我覺得好像大家都很難把這個題材拍好 因為那部劇我追的原因純粹只是因為男女主角長很正而已 那劇情方面我也是覺得很普通 期待之後有一些更好看的 然後是以fashion或是luxury industry為主的一些series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這個不是影集 它是一部電影叫做Don't Look Up 不知道在台灣這部電影紅不紅 可是最近在美國呢它都是top 10 左右 那這是一部科幻喜劇電影 像演員的陣容還蠻強的 就是有Leonardo,Dicaprio,Jennifer Lawrence,Mary Strip 還有Ariana Grande 那劇情呢是在描述兩個天文學家 他們突然有一天發現會有一個彗星子 就是可能在多少天後就會撞到地球 那他們就想要把這件事情告訴政府 那希望政府可以告訴大眾這件事情 然後好讓大家可以準備類似世界末日的到來 那整個故事呢就是在講說他們要告訴政府 希望透過媒體告訴大眾這件事情之間所遇到的困難 就發現其實社會現況跟他們想像的非常不一樣 即使是這種就是可能會毀滅世界的災難呢 也會受到政治啊經濟這些很看不見的因素的影響 那它雖然是一個災難片呢 可是它其實是諷刺時事的一個電影 你會發現它裡面其中一些角色呢 其實是在影射一些政治人物 也會發現其實他們裡面劇情呢 跟我們現在就是遇到COVID的狀況 其實有一些些相似 那我算是蠻喜歡這個電影的 第一是因為我對Netflix的電影呢 沒有任何期待 因為之前看過的都超級無敵難看 沒有任何一個覺得值得拿出來分享的 那這也算是我應該是第一次分享Netflix的電影 我覺得還算蠻好看的 所以我會給它8分 第一個就是它蠻有趣的 可是你會覺得說看完這部之後 可能會稍微讓你去反思 所以算是一個蠻有意義的電影 不是純搞笑而已 劇裡面Ariana Grande唱的那首歌 我自己超級超級喜歡的 可是我覺得你們可以先去看這個電影之後 然後可能聽一下再去聽那首歌 因為那首歌的歌詞可能會有一點點 爆雷嘛 如果你們現在先去聽的話 不太確定啦 但是因為那歌詞就是跟這電影非常相關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看完電影之後 就覺得好聽再去聽 那第三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 這個也不是影集 它算是電影 它是用微紀錄片的形式 有點像The Office那樣子 它是用搞笑的方式呢 去recap 2021發生的一些滑稽很荒謬的事件 我自己算是還蠻喜歡這個電影的 其實剛開始打開的時候 我還不太知道這個在講什麼 可是在看了一下下之後 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除了你可以快速知道 就是今年發生了 不是今年就是去年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外呢 然後它算是一個 現實跟虛構的結合嘛 現實就是發生的那些事件 然後虛構的部分 因為它是用微紀錄片的方式呢 會去訪問一些學者啊 專家啊 或是 influencer之類的 就會從他們的 就那些諷刺的話語呢 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也算是可以讓我們反思過去這一年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Netflix出這個 電影還蠻特別的 那我後來也發現其實 這個不是新的 它去年呢有一個Death to 2020 所以它算是每一年都會拍一個recap 那我也非常期待就是2020年底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Death to 2022 我好像忘記講Death to 2021的評分 我會給它8分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這個也不是影集 它是一個紀錄片 是在講F1車手 Michael Schumacher 在之前的影集推薦裡面呢 有跟你們分享過F1的紀錄片 Drive to Survive 那個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如果你有在看F1的人就知道 舒馬克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車手 這個紀錄片呢就是在講說 他小時候是不是開卡丁車啊 然後一路就是他怎麼樣成為一個F1車手 那如果有在關注F1的人就知道 舒馬克拿了7座F1冠軍嘛 但雖然說那個Louis Hamilton已經打破這個紀錄 但是舒馬克是連續5年拿到F1冠軍 所以他算是一個蠻傳奇的車手 我自己會給這部劇7分 因為我覺得他這麼傳奇的一個人呢 其實那個紀錄片應該要非常非常精彩 覺得節奏有一點慢 然後拍的又沒有到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其實算是有一點點失望 看之前的是朋友跟我說 欸覺得超級好看 可是我可能也許期待太高 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後呢 覺得還好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F1的那個紀錄片 我覺得他也算是一個蠻立志的紀錄片 就是你看到他怎麼努力啊得到成功 然後我每一次看F1的紀錄片啊 我都覺得真的很可怕 只是他們真的是玩命的感覺 第五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一部韓劇 叫做The King's of Action 這個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大概11、12月的時候追的劇 這是一部韓國的古裝劇 那故事是在講說 王后生了一對雙胞胎 是一男一女的龍鳳胎 但那個時候呢沒有辦法接受雙胞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就是那個雙胞胎的妹妹 必須處死她 等媽媽捨不得讓她死 所以就變成她必須要隱藏自己的身份 那後來呢 她的雙胞胎哥哥死掉之後 因為她哥哥是王嘛 她要去頂替她死掉的哥哥 變成王室 故事就是在描述說 她怎麼樣不被別人發現她是女生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劇情的 因為第一我自己蠻喜歡古裝劇 然後就覺得這個劇情還算是蠻特別的 男女主角顏值都非常的高 但後來我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我是每一個禮拜追嘛 然後我覺得前面10集好像比較好看 我忘記總共幾集了 可是我覺得前半部是比較好看比較精彩 後來我就覺得比較還好 真的是靠演員撐住整場戲 那我最近覺得劇看多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劇啊 其實如果劇情不好看 然後演員又長得不OK的話 真的很難讓人追下去 所以有時候最後真的是靠演員的顏值在撐整個劇 所以這部劇我會給他7.5分 劇裡面的音樂呢 我都覺得還蠻好聽的 就是我看完之後呢 我還有自己在spotify 就是重新回味一下那些歌 第六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也是我今天覺得最想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最好看的一部 不是影集 它是真人實境秀 叫做Singles Infernal 最近超級無力紅 好像是剛回紐約 就聖誕節前的時候 在Netflix上面看到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一看預告好像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我就立刻打開 看完之後 驚為天人 然後開始一直瘋狂的推薦給身邊的人 它標榜是韓國的Too Hot To Handle 有看我之前影片的人就知道 我覺得Too Hot To Handle超級無力難看 還好因為我之前不知道 它是被稱為韓版的Too Hot To Handle 不然我可能完全不會打開這個劇 但它確實是有一點點像Too Hot To Handle 就是它的場景啊 跟他們每個人的身材都很好 但是實境秀的整個鋪陳跟劇情 是比Too Hot To Handle好看非常多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它算是Too Hot To Handle 加上Terence House的結合 因為它實境秀的部分 也是有主持人在旁邊 就是分享他們的心得跟感想 那我還沒講 這是一個約會的實境秀 然後裡面就是有大概五個男生 五個女生左右 反正它每一季之後 可能會有新加入的成員 那所有人呢 都會在一個島 叫做地獄島 然後地獄島上就是有點像 荒野求生的概念 他們要自己煮飯啊 然後去很遠的地方打水啊 然後住在帳篷裡 就是比較 讓你覺得不是那麼舒適的一個環境 那如果你要到天堂島 天堂島就是五星級飯店的總統套房 如果你要到天堂島的話呢 你就是必須跟一個男生或女生配對成功 那配對成功之後 你們就可以一起去天堂島過夜 那我會給這個實境秀九分 我自己非常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它蠻出乎我意料的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非常喜歡 Terence House 除了裡面的每一個男生女生 顏值啊跟身材都非常好之外 我很喜歡就是有主持人在旁邊 跟觀眾一起在看這些人 有一種上帝視角 然後在分析他們每個人 就是講的話啊跟他們的行為 裡面劇情的鋪陳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很無聊 就是它那些 比如說要配對的方式 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有看過的人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 裡面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它那個廣播的聲音很像Sweet Game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 有一種生存遊戲的感覺 就是它每次廣播說 現在要幹嘛幹嘛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在Sweet Game裡面 那我覺得有一個唯一小小缺點就是 我看的時候都會太投入 就是可能太生氣 就是某個人怎麼會講這些話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還有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女生很會撩的話 你就會覺得哇他好厲害 可是如果男生很會撩的話 你就會覺得真的男生很渣 那我覺得這算是我近期看到 還蠻喜歡的一個 好影集推薦給你們 那接下來要分享的呢 是The Silence Sea 這個也是一部韓劇 然後我好像前兩三天才快速追完的 主要劇情呢就是講說 未來是一個很缺水的世界 所以每個人的 就有階級制度 所以譬如說我比較高級的話 我就可以用比較多水 如果你階級不夠高的話 你可能就會沒有水可以喝 所有的動物都要安樂死 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足夠的水 可以讓寵物活著 或是動物活著 甚至是沒有游泳池這種東西 因為那是非常奢侈的 因為地球上要喝的水已經不夠了 所以他們就必須去月球上 尋找更多的水源 故事呢主要是在講說 男主角是孔流眼的 他是一個隊長 然後他帶領一個隊伍去月球取水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就發現高層隱藏很多秘密 然後還有他們隊員之間 不是很信任彼此啊 還有內鬼之類的 然後整個故事就是在講說 他們怎麼樣發現那些秘密 然後他們之間是怎麼樣扶持彼此 活到最後 這個故事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除了前面兩三集 我覺得節奏很滿 讓我覺得有一點沒辦法投入 因為加上我自己覺得孔流還好 我沒有覺得他很帥 所以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這劇沒有帥哥沒有正妹 看不太下去 但是我後來就是看了兩三集之後 就發現哇真的很好看 因為我覺得他劇情蠻厲害的 蠻緊湊精彩 讓我會一直想看下去 會給這部劇9分 他題材也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韓國最近好像拍了 比較多跟太空有關的 這是其中一個嘛 然後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些其他的 但我沒有點進去看啦 不得不說 我覺得韓國真的蠻厲害的 就是在Netflix上面 你看就是去年有Sweet Game 這麼成功 然後我覺得他們拍什麼都 拍的有模有樣的 這部劇呢 我剛有說就是 節奏非常緊湊嘛 可是我後來覺得看到 最後面幾集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太intense 所以我就是也需要休息一下 因為我是自己一個人看 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中間要需要休息一下 可能休息個十幾分鐘 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然後再回來看 我覺得有一個 小小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他結局 交代的沒有那麼清楚 可能也許有下一季 但是我覺得我看完之後 好像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結論 但我覺得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靠劇情取勝 完全沒有就是 好啦 恐流也許有些人覺得很帥 可是我覺得不算是 演員 顏值稱常的一部劇 最後一個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的 就是最近也非常非常紅的 《黃燈除上》 這部劇呢 我是在台灣的時候看到 廣告打得超級兇 就我在捷運站 就會看到一個超大的看板 那時候後來我回去看Netflix 發現原來就是有一個新的劇 這樣 所以我就開始看了 劇情呢 主要是在講1980年代 在台灣的日式酒店裡面 媽媽桑跟那些酒店小姐之間的故事 然後目前是有 Part 1跟Part 2 然後之後好像是 2月初的時候會有Part 3 它是一個殺人的懸疑劇 然後可能就有一些感情之間的牽扯 我自己會給這部劇6.5分 我覺得我看完Part 1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覺得結尾沒有一個交代 可是當時我不知道就是 喔原來它是三部曲 直到我現在才知道 但是我看完Part 2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天啊搞什麼 就是我一直在看 然後都沒有一個結局 到最後我都不知道就是 兇手是誰 那種感覺讓我覺得 很不是直尾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們還沒看的話 可以等到Part 3 就是出來之後 再一口氣全部把它看完 這樣可能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為什麼只給6.5分 是因為我覺得節奏真的滿滿的 然後加上有一些年輕演員 或是某一些演員 我覺得他們的演技 會讓我覺得很出戲 我很沒辦法投入 這部劇也有它很好看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更了解那個年代的一些 時代背景 然後還有他們那些穿著啊 什麼我覺得都非常華麗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我發現 就是裡面的校園 是在我高中拍的 所以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就有一種回到自己母校的感覺 那我希望Part 3出來之後呢 可以對這部劇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是改觀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 影集電影還有紀錄片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跟我討論 還有或是你有想要看到我拍什麼 其他主題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掰掰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актив人不在一起 就在我口音上 什麽 反正 我記得 等下 吶 詞 甚麼 我們 我們 非常 我們 может 不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